美国立委员对彰化升格的一个关心 那明天我们会到内政部去报告 那我们也会极力地来争取 那当然我们邀请了我们县级的立法委员 一起到中央一起来争取 那我想在之前也不分党派 虽然有的人在外面一直在唱衰彰化 但是这一次的升格真的是会流人流财 我要讲很实在 这几年来彰化县已经为六都训练不少的人才 我要举个例来讲 像新北市的副市长也是我们彰化人 那好几个单位都是我们彰化出去的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确实是因为 县级跟直辖市级 我们的编制也好 我们的官等也好 那真的是这个差很多 所以说有很多的人才就是这样去流失掉 那当然我们现有的这个同仁们 大家都非常的一个用心 这个真的是都是我们在地 很困难的地方的人 他们才说 不然他地方家庭为主 那继续在这边来努力 所以我们这次的升格 真的是对彰化整体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帮忙 所以在这边还是希望我们这个 我们所有的乡亲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也知道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同乡会 他们也很努力 那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已经知道结果还是怎么样 就一直用这种唱衰的部分来这个唱衰 那我想我们还是起心努力 我常常说成功不必在我 那这一次彰化有升格 这真的是对彰化的这个改变一定会非常的大的 彰化升格是彰化人已经这个期待很久 那这个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 那因为过去彰化好几次都跟升格 真的都是差升格过 那我们也期望这一次在这个各个党派大家都支持之下 那能够呢这个一起来争取我们的这次的升格 我想升格与否对彰化未来的三百年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战 你对那些人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 我是希望他们不是说早就有消息了 我们是期待就是说中央都能够 常常选举在讲就是说 这个中部赢就这个决战在中部 然后彰化赢就台湾就赢了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大家 那选举过后之后还能够继续关注彰化的发展 那彰化毕竟也是百万以上的人口大线 那彰化的这个能升都跟不能升都对彰化的发展差异很大 那很重要的一个是国土的一个概念 北部有三个直辖市 南部有两个直辖市 独独中部就只有一个直辖市 那如果能够彰化又变成一个直辖市的话 那这个部分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国土发展的话 也会更加的一个俊阳 台湾的未来不能没有彰化 因为彰化的一个这个绿电的一个发展 其实有护国神探像台积电 没有我们的绿电还是没办法的 所以希望中央也能够重视我们彰化